氢 氢 对 就是元素周期表第一个元素 氢 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 氢可以中和血管里的血拉筋 把其变成水从而排除体外 还可以显著改善患者异常的糖代谢和脂代谢功能 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 从而防止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 氢不仅仅是元素周期表上的一个符号 更不欲为人类健康的守护神 2007年 日本医科大学教授泰田城南 在Natural Medicine上面 首次发表了氢分子可以清除体内垃圾的论文 论述氢分子对慢性病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奠定了氢分子生物医学的研究基础 当然 这并不是说猛吸氢气就能治病 要为人体所吸收必须通过其他的媒介 俗话说 饭可以不吃 水不能不喝 从分子水平上说 人体60%以上都是水 水是人体仅次于氧气的重要物质 经过长期的研究 全球发布氢分子医学研究论文450篇 涉及病症研究62种 国内外研究表明 以用富含氢分子的水 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的作用 对于有氧化损伤引起的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 会起到良好的防治作用 怎么样 是不是很神奇 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 在不久的将来 用清水来治疗高血压 将会成为一种非常热门的选择 享受生活 从相信科学